别其他的很多的那话题多了去了 就像现在哈尔滨这个啊 冰水大世界 我看到了一堆人说这个冰水大世界的事 都说哈尔滨人怎么了 不容易啊 首先你这个冰水大世界 你二三十亿 叫这冰水大世界二三十亿 我真的认为这二三十亿几钱花哪了 那么贵 第二 我也是北方人 我觉得哈尔滨的朋友们 真的 你们有些时候不必要 非得说南方人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也不必要非得拿什么 叫什么环球影城啊 或者迪士尼来跟你们比 因为你冰水大世界比不了人家 你们别上赶着 东北的朋友们 有些哈尔滨的 我知道你们辛苦了 但是辛苦的师傅 辛苦的搬砖 辛苦的去凿兵的 那不是也给你们工资了吗 也没有让你们白干 对吧 对吗 该花的钱一样不少都给了吧 门票三百块钱 它不是一个小数 你说了很多都是免费的滑楼梯 免费队 完了 那叫什么摩天龙都免费的队 但是这不像迪士尼和环球影城 不是那么冷的地方 老百姓 老百姓还能躲躲 这是在哈尔滨冰天雪地 那么多的人排着队去挤 最后不让坐了 他们冻着 是有情绪的 东北的朋友们 南方人他们受不了那么的冷 发发情绪是对的 好不容易 东北经济有点起色 我真的认为 就是你们东北的朋友们 哈尔滨的朋友受点委屈了 在我心里 我都觉得你们应该忍 这种忍不是你们懦弱人 这种忍为了你们振兴东北经济 搞好旅游 就说有些南方的朋友 有些不对的跑到座位 那我希望你们宽宏大量一下 因为东北太需要震惊了 东北还有他妈鸡巴 什么能值得旅游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不真的不希望 东北那么多主播呀 不管是抖音呀或视频号 好多的书来就说 你们南方人不懂啊 你们南方人受不了啊 你们南方人去 迪士尼都能忍 来我们东北大世界 就忍不了了吗 你们这那的 你们越这样 越他妈以后招人恨 我真希望东北的朋友 你们可以吃点小亏 这不是大亏 你们不要跟我聊 你们工人师傅多辛苦 工人师傅多辛苦 是给钱的 对吗 给钱的 说就两个月 三个月的兵器 那也给钱了 给工资了 你们真正要搞旅游的话 你们就应该更想想 你们那么冷的天 怎么为那些排队的人想抱抱歉 或者怎么去更疏导 而不是这个现在又是抱怨 又是抱怨 大冷天谁去呀 本来去的人不多了 你们再这么抱怨 还谁去呀 东北的朋友们 我身边东北太多了 我掏心握头 尤其是哈尔滨的朋友们 我今天我问了好多哈尔滨的朋友们 他们都没跟我说的特别清楚 他们说东哥我们不去 东哥我们不去哪 我们谁去啊 我们不去哪 冰冷大师界都外地人去了 他们都不了解 但是我也没去过 但是我敢说 冰冷大师界不错 它是个名片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稍微有点不到位的 南方朋友们确实给他无限放大了 那这个时候你们是扳回这个言论的局面吗 不是 我觉得你们应该示弱 道个歉 虽然你们没大多的错 但是你们也有疏忽 也要考虑到天气的因素 和乌洋乌洋进来这么多人的因素 把自己的服务来调整一下 因为你们那太缺少人的关注 和太缺少旅游了 本来东北有机吧 什么经济 别操你妈的 烧烤还有什么经济 有什么旅游能旅游的地方 但平行而论 我说的是大实话 东北的朋友们别建议 我这个视频分两段吧 后面的我专门给东北的朋友说的 完了还有小广告 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时间了 毕业万岁 飞机 还说大哥得儿了喝 平时掏心又掏飞 大哥咋做都不对 不卖你们票吧 你们光光敲窗 哎呀我们明天的火车 后天的飞机 就想看一眼冰雪大世界 为了照顾你们的感受 提前开园 四万张门票也达到极限了 那冰灯冰雕也看了 大爷弟也蹦了 朋友圈也发了 就是因为大话题 排队实验场坐不上 有些大员总就开始架了别的游客 鼓得他们退票 冰雪大世界 它不是游乐园 你主要就是看冰雕师父们精湛的冰灯冰雕手艺 大话题就是附带项目 那迪士尼乐园一排一小天 你们谁敢说个不字 有点邪乎气全撒我们身上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记住了啊 我们永远欢迎全国的各地朋友 别的不敢要求 就希望一点啊 我们拿你们当亲兄弟 你们千万别拿我们当孤表亲就行 吃大哥喝大哥 还说大哥 现在雨农服去哈尔滨旅游 才明白他们为何会在冰雪大世界里高喊退票 本来开元首日 只能接纳一万人的园区破例接纳四万人 冰雪大世界是拿出东北人的热情 不想让南方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失望 可谁能想到就因为人多没玩上几个免费的项目 这些游客便开始拍打景区的大门高喊退票 要知道这些游客去迪士尼和环球影城玩耍时 即使天在热排队再长时间 也不敢有半句怨言 结果哈尔滨文旅拿出了热情似火的态度来接待他们 他们却反咬一口 将景区逛完一圈后便高喊退票 甚至有多名旅游博主在网络上发布视频 不断对冰雪大世界进行抹黑的同时 还专门出了一期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退票的旅游攻略 要知道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为了接待全国的游客 一共赤资35亿 建起了这些美轮美奂的冰雕 就算冰雪大世界园区 每天都接纳4万游客 那70多天下来 整个冰雪大世界还要亏本20亿 而这些美轮美奂的冰雕 都是冰雕师傅们 顶着严寒起早贪黑一锤一锤凿凿出来的 他们在生活中也跟普通人一样 身兼父亲丈夫儿子的角色 可他们为了赶攻期 不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失望 有不少人都染上风寒生病祝愿 说实话冰雪大世界第一天开园 接纳4万多游客 肯定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也肯定有游客 因为排队等候占用时间 没有游览整个园区 但是退票的人群中 有不少人都是逛完了整个园区 然后就因为没有玩上免费的项目 就夹杂在其中退票 甚至有人在高喊退票时 脸上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事后还在网络上炫耀自己占了个大便宜 不光自己身上的银龙鼠不用花钱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三百多的门票 也省下了一笔巨款 不得不说这些游客们的情味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真的是令人感到更加心寒 直到看见某些 哈尔滨这冰焦的事 我还得补充几句 因为我东北的朋友多 我得真的替他们说几句 东北的朋友们 你们一定得怎么说呢 就是你们没见过旅游 或者没有体会过那种的 你们本来冰雪大世界 是一万人的接待标准 你们破格到四万人 是你们处理事不周 那你们为什么要破格四万人 本来就来一万人 你可以接待一万人的程序和场面 和你们的最多的标准 工作量一下接待四万人 肯定不周 不周这不是客人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另外这视频里 有的很多卡尔滨的博主 有说啊 你看那帮南方人未捡假签来了 玩完了又得退 那我实实求是的说 这跟你们冰雪大世界有什么关系 啊 就说这帮人都不对 但是他们跟你们冰雪大世界有什么关系 他们就拿着价签的这融赋来 是不是也交了三百块钱 门票钱进来的 没有少交一分钱吧 哎 那你们既然提供了一些免费的项目 但是因为这些免费的项目 没让他们玩好 在零下十来度二来度的天气下冻着 那南方的很多人就是受不了 那这个时候你都要去赖那帮南方人吗 我还是那句话 东北太需要经济占星了 但是你们军东北就这样小心眼吗 不应该啊 豁达东北人哪能这样啊 所以我还是比较值得说 东北的某些主播 你不要替冰雪大世界这么去站台 去说这样的话 我再说一个阴险的话 你们冰雪大世界战地多少亩 你们心里有点鼻鼠 哈尔滨人有多少人 他们去冰雪大世界 大多数人不去 都是外地人去 我再说 这个有的视频里说是三十五个亿 好咱们减半 三十个亿 你告诉我这三十个亿 怎么得来的 你们怎么消费的 给的谁 这里头有毛利的事多了 还用说什么呀 好不容易经济 山东北经济 慎兴了 雪香已经弄得一塌糊涂了 连我徐耀东本来想去 我现在都不去了 我那么爱玩的主 你们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 我都梦寐以求想过去的 现在我都觉得我也不想去了 真的 所以你们说的再对 南方人再不抗动 南方人再小气 南方人再想占便宜 你们说的都对 但就一点 那是不是有这么多人来了 买了你的票了 人家为什么要退 人家可以不退就不来了 你们要这么服务 对吗 起码人家还能来 你们要留得住 所以这个名票退不退 我觉得都其次 关键就是名声 东北人大气的名声 本来东北的旅游地方就少 紧接着这个视频一上来 这个对你们东北人 东北旅游来说不是好事 你们这回很多东北的博主 为自己的解说会 自己人站台 或者是对自己人去辩解 其实过了 其实是害了你们东北旅游 这是我的原话 还有那句话 别跟人家 环球人生 迪士尼给比 人家是全世界的 人家是很多家 人家都是正常的 人家都是有所有程序 怎么接待的 你们有吗 什么都没有 你们跟人比不了 你们怎么能这么比呢 话说完 接在后面看 退票 必须退票 顾客是上帝 有点蹬鼻子上脸 冰雪大世界不看冰雪 非得跟他滑提摩天轮较劲 要我说你们就是欺负软趴硬 那老外那敌什么您 我看你排四个小时 你也是一排一个不知声 四五包你都不知声 你咋不退票呢 上公共你咋不退票呢 那北京环球省城 哪个项目不得排四五小时 你咋不退票呢 这就相当于上海里老吃火锅 没咋没排上 你把火锅钱给我退了 上西安看兵马俑 没看见秦始皇 你把票给我退了 咋的你来东北一趟 玩也玩了 照也拍了 回去把羽绒服也退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分钱没花呗 这心眼都让你们炸 不管哪说 这其中假样子的还是少数 哈尔滨还是欢迎大多数人的 退票 我最喜欢那个比赛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特别的好玩 有担心怕他受伤 但是有希望他像个男人一样战斗 徐晓东开设的儿童格斗班 从协调性 平常性 心肺功能 肌肉耐力等方面着手 提高学童身经性质 每堂课收备200到300元人民币 吸引不少家长 更管无事 东哥给大家推荐好货有两年了 首先大闸蟹 杨成胡的 我亲自到杨成胡的产区 给大家推荐 给大家吃 所以感谢大家信任 11月份 高醉肥 公母 都有 酒 我亲自到的产地 茅台这 看的酒 怎么出产 凌晨三点的采取 我亲眼所见 标准版 还有今天的 今年的龙生肖款 品质是一样的烤品质 53度 酱香 我再说一遍 酒 非常非常我推荐 茶叶 两款不同 都是普洱茶 这个是礼品装 这个是龙珠茶 一共24款 普洱的24个产地 不同的 24款茶 大家都可以试喝 我认为是媲美千块钱 很多网友说 他媲美的七八百块 七八百块钱 这茶就二三百 鞋当中 我之前推荐的必卖 现在出了三款 最关键的就是书货 给爸爸听我的没错 这次我主推的是 高端私定的皮靴 皮鞋 有板靴 板鞋 和皮靴 那么他用的 马皮 牛皮 质量 我亲自审查过关 这些都是我 徐耀东 真心给大家推荐的好产品 最关键的就是 物美价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